三人在医院里头四处游荡 此时 网友手上的护身佛珠突然断裂 隔天 觉得不安的三人 还是到了庙里拜拜 而庙公一看 就发现另外两人的脖子上 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缠住 但诡异的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三人都接连发生了意外 在贯穿台南市区南北向交通的西门路上 沿途有电影院 银行 市场 餐厅 和百货公司 是台南人交通往返的主要道路 也是许多观光客到台南旅游 必经的一条路 但在这繁华热闹的街道上 却有着一栋隔隔不入的废棄大楼 助力在此 外观老旧残破 内部更是阴生恐怖 但在四十多年前 这里 曾是台南首屈一指的地方医院 如今 却名列台湾十大鬼屋的名单中 不禁让人好奇 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这家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 我是希尔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看 网友一致公认 台湾最大的鬼屋 杏林医院 1975年 杏林综合医院盛大开业 由当时台南著名的外科手术权威 黄森川医师担任院长 并与另外两名许姓 无姓医师 三人共同经营医院 在那个片地都是农田和矮房子的年代 建立七成高的医院 成为了当时最高的建筑 院长的医术了得 深受时任台南市市长张立堂的信赖 并正于匾额祝贺 杏林医院也让许多台南市民 得到了更好的医疗照顾 就这样 医院移孕了16个年头 一直到1991年 杏林医院被爆出有未照医疗记录 与开立不时住院证明 以诈理医疗保险费用的嫌疑 最后被政府热令停业 1993年8月21日 杏林医院正式宣布废止 从那天起 这栋大楼就一直荒废在此 里面遗留了许多医院一夜时 所用到的医疗器材 像是手术台 病床 及病人的病例等等 曾有电视台的灵异节目 到实地取景拍摄 之后 杏林医院便声明大噪 吸引了许多热爱探险的人们 实际前往医院内部朝圣 而随着去探险的人越来越多 杏林医院 也传出了许多灵异事件 相传 在医院的四楼 有一位长发女鬼 会在深夜时 站在窗边 看向人来人往的街道 过去 也曾有香港的灵异节目 在杏林医院 疑似拍到了灵异现象 2012年 香港有个外景灵异节目 怪谈 游客止步 孩子团队 经常走访世界各地 有闹鬼传闻的地方 而这一次 他们来到了位于台南的悉尼医院 并带着两位有阴阳眼的孩子 一起在医院内一探究竟 虽然是在白天录影 但还是看得出来 女主持人非常惶恐不安 当团队离开后 竟发现 摄影机似乎拍下不寻找的画面 当团队在四楼的时候 摄影师打开了一扇房门 突然间 有一个白影从镜头前飘过 看起来 就像是一名没有头的故事 然后又慢慢地消失在画面中 但当时 摄影师似乎没有发现这个白色的灵体 2016年 全有两名少年 在深夜时分 前往已经荒废23年的悉尼医院市场 并在地下室 通往停时间的太平门前打卡拍照 随后 其中一人的电话响起 是一通不明的来电 他将电话接起 却听到电话的另一头 用一个极其痛苦的声音 对他说 快来救救我 男子夏儿立即挂断电话 而电话又再次响起 又是那通不明的来电 两人马上逃离了现场 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但警方推测 很有可能是两人打卡上传照片后 招惹有人的恶作剧 也曾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 当年 大学时期和另外两名同学 夜闯悉尼医院的故事 当时 三人在医院里头四处游荡 发现其中一间手术之内 有着大大小小的瓶罐 罐子里 装的是各个浸泡在浮沫里内的吸管 经过多年 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医院内 虽然都没遇到什么恐怖的事情 也没遇到传说中 在四楼的那位长发女子 但就在这名网友觉得里头非常闷热 打算要离开时 另外同行的两人却说 一点都不觉得热 甚至感觉脖子和肩膀附近 特别阴亮 三人越想越不对劲 此时 网友手上的护身佛珠突然断裂 他们期望将散落一地的佛珠捡了起来 充满的离开医院 隔天 觉得不安的三人 还是到了庙里拜拜 而庙公一看 就发现另外两人的脖子上 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缠住 庙公随即替三人收金 并重新配了副政府给三人 三人都以为就此滑金 但诡异的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三人都接连发生了意外 网友本人在骑车经过一个入口的时候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经过抢救 幸运的捡回了一命 但也住院了一段时间 而就在住院的期间 另外两名朋友 也接连传来了噩耗 他们分别在自家附近的路上 骑机车自衰 但他们就没有这么幸运 被人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因此 这名网友 将这段经历发表在网路上 鼓劝大家 千万不要不信邪 在深夜前往悉尼医院 悉尼医院在荒废的26年之后 在2019年 终于找到买家愿意接手 三名老医生 也因为年事已高 决定将医院卖出 目前 县尼医院正在进行诊修 也许 在不久之后 县尼医院 就会变成旅馆 或是商场 摆脱鬼屋的称号 ノ兽医院 你能够尽他们啊 你也认为